今天我们要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祷告 中国北方内蒙古自治区 有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而古纳河在漫长的岁月中静静地流淌 养育了无数的蒙古族先民 逐随草而居,是世代蒙古族的生活方式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第三大省 是能源种地、露天煤矿之乡 人口2400万 蒙古族占17%、430万 蒙古族是匈奴、险批、突厥、契丹的后代 擅长奇术、射箭及摔角 当地信奉钻常、佛教、混杂、萨满教的祖先崇拜与巫术 忽必烈在位时期 基督教传入蒙古 并开始流传 现今蒙古族基督徒约有一万两千人都集中于城市 农村地区福音资源匮乏 随着现代的推进 昔日的游牧生活已画下据点 蒙古青年脱下传统的民主服饰 换上简便的T-shirt和牛仔裤 饮食不再只有肉类和奶制品 生活模式走向多元化 不限于畜牧业 牧民文结合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给潮场休养生息的同时 也增加了收入来源 不仅如此 发达的媒体及通讯网络 给福音的传播也带来了契机 目前 内蒙古的基督教会 以三字教会为主 也有少数的家庭教会 随着神学生及宣教士进入 给福音广传带来了沃土 蒙古族的祖先 曾经听到过福音 求主再一次打开福音的门 祈求圣灵软化蒙古人的心 可目真道 属灵眼光被打开 愿意接受基督 悔改归向真神 进入永恒光明的国度 请弟兄们 姐妹们 站立 举起我们的右手 张开五指 代表全世界五大洲福音 魏德之地与魏德之名 千父 我们为这一万两千名 你所爱的蒙古基督徒祷告 愿他们在动荡的时局中 不依靠自己 而是单单依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 因为他向我们大师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愿内蒙古基督徒能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你顾念世上各个民族 爱所有的人 祈求神赐给住在城市 且会讲蒙古语的基督徒 有合宜的话语 付出代价的勇气 向主人分享来自上帝的救赎计划 愿主祝福 为数不多的内蒙古教会 在真道上得胃养 凡事长尽连于基督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